快快快,林家小少爷和小小姐出车祸了,赶紧抢救 小少爷出了车祸,流了很多的血 她的血又是熊猫血,我学库的血根本都不够 那就抽那个死丫头的血给我孙子,他们是龙凤胎,血型一样 那小小姐也受伤了,流了很多的血,再抽她的血给小少爷,恐怕她就 不用管她的死活,抽抽干她 不惜一切大家都要保住我孙子的性命 保住了,我让你升职,保不住,我要你的命 老太君,小少爷的命是保住的 这小小姐失血过多,这命恐怕保不住了 保不住就带出去扔了 扔了面面的 子化,子化,妈,子化,她也是我的女儿,是我们林家的血脉啊 你怎么来抽她的血呢 闭嘴,救我的孙子最重要 还不是怪你太没用 生了三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 我只有这么一个孙子 我就她救谁 可是 没什么可是啊 这个家伙,我抓了算 那个赔钱货的血已经被抽干了 你就是装死在这儿,也没用 你就是装死在这儿,你就是装死在这儿 子化呢 我问你 子化呢 说话呀,子化呢 对不起 我 我这个脑子子化 老板 来凭最便宜的老大干 这是夫人给你们四起地球的意见 如果你能够活下去 抓到这个玉佩 将来也许还能够和夫人团聚 谁下来的 谁下来的 这孩子怎么这么冰凉啊 医生 医生 李佑 当初是你在大家到临时集团在插着玻璃 现在我已经完工三个月了 工钱呢 李佑 你女儿李佑大学毕业就进了临时集团上班 你该不会是拿我们的钱去套好临时集团了吧 你们 你们别瞎说行了 这事跟我女儿没关系 我这不是去临时集团要钱了吗 你们也知道 这临时集团不仅不给钱 还把我给打了 我脑袋上现在还有血呢 我不管 私底带我们干的活 赶紧给钱 我爸还等钱住院呢 是啊老李 我儿子也等着交学费呢 你不给钱 我儿子就上不了学了 这样行了 你们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去把工钱要回来 给大家一个交代 如果到时候我还要不回来工钱 我卖血还给大家 阿蕾 阿蕾 不好了 李佑被人打了 什么 杨王被打了 你要替你去讨工钱 结果是录了临家参商 我儿子就 女儿 你在哪儿 妈妈好想你 董事长 董事长 有紫华的消息了 不是 是三少爷那边有事 三少爷和一个清洁工的女儿打起来了 什么 当我儿子 什么低头配子这么大的胆子 来啦 瑶瑶 爸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女儿 呦 清洁工也来了 这下好了 妇女俩齐了 把我女儿打成这样 我跟你拼了 你放开 瑶瑶 大家都是同事医生 我罪你 还是快点乖乖的给临上道歉 要不然 会打蛋没的 我只是想要替我爸 拿回七万公钱 我不小心踩到他了 他就劝了我 还打我耳朵 他手背上的让他自己弄的 和我没有关系 而且我已经向他道歉了 是他才想让我跪下 为什么 凭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人 就凭他是我儿子 临家的三少 妈 你怎么来 我儿子都被人欺负了 我还不来啊 有没有哪受伤啊 给我儿子跪下道歉 立刻马上 我没有错 错的是你儿子 没错 你错就错在 生在一个底层的家庭 错就错在你卑微下贱 还要来冒犯我儿子 如果今天你不过一下道歉 那你爸的工钱就别想了 你的工作也没了 从今晚过你们父女两个 别想在云城混下去 我看到了 感谢观看